美國陸軍工程兵宣布不會發放修建北達科他州輸油管的許可 這項38億美元的工程引發了納岩蘇印第安部落幾個月以來的抗議 印第安部落認為這個工程會影響到他們的食水供應 破壞他們引以為神聖的土地 美國陸軍工程兵星期日在項聲明當中表示 要進行環境保護評估尋找其他可行的路線 當地的印第安人和他們的支持者在獲釋消息時歡呼慶祝勝利 由達薩斯州能源運輸夥伴公司興建的這條長達1885公里的輸油管已接近員工 只是剩下計劃通過北達科他州歐河湖的這一段 這個輸油管道計劃從北達科他州每日向伊利諾州運送57萬桶原油 德克薩斯州能源運輸夥伴公司對陸軍工程兵的決定 還未有作出反應 阿曼蘇部落人士在這裡責任進行了幾個月的抗議 部分團體和環保人士加入了他們的抗議示威 抗議當中有時出現過暴力行為 還沒有放旁邊到這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